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梁晓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泽蒙和尔茶大桥 这座大桥是中国建筑企业在欧洲成建的第一座大桥 建成于2014年 在建成后的十年时间里 由大桥一侧的泽蒙区到大桥另一侧的和尔茶区的通勤时间 由原来的超过一个小时变成了仅需要十分钟左右 极大便利的当地民众的生活 也因此在当地民众亲切地称这座桥为中国桥和有益桥